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週的Weekend Project with Stone Z56 今天要和大家來分享的是 如果使用AD Command 來測試超寬屏的感測器 那今天用的是愛坦科技所開發的RYUWE22 Lite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這裡先做一個簡單的UWB Sensor的介紹 那這個UWB的感測器呢 它使用的是超寬屏技術的感測器 它的特性是具有高精度、低延遲、抗干擾的一些特性 那一般的應用上來說呢 有室內的定位 比方說它可以精確地量測物體和物體之間的距離 那我們今天這一個影片呢 就會跟大家來做一下 這個物體跟物體之間距離的一個量測的測試 那它也可以做到一個物件的追蹤 那可以追蹤物體跟物體之間的位置 還有它移動的一個方向 那這需要三個感測器 目前我手上只有兩個 所以目前今天就不會再做這個介紹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RYUWE22 Lite模組 它的本身的特色 頻率呢本身是支援Channel 5和9 是在6.48還有7.98GHz 那精準度呢還有範圍呢是100公尺 正負10公分 所以算是蠻精準的一個感測器 那耗電也算低 在傳輸的時候需要是62mAh 那在它接收的時候呢是128mAh 那它上面呢有個內建的天線 在這個地方 那操控的方式呢是用AD command 那本身是支援IEEE802.15.4-2015的標準 那加密呢本身有ASE128bit演算法的加密 好 我們來看一下接線的方式 那這邊左邊呢是這個UWB Sensor 右手邊呢是這個CP2102 USB to UR的這個轉換器 那接線方法很簡單齁 就是把GND接上GND 那把那個RYUWE22的TXD接到CP2102的RXD 記得RX接TX喔 那接下來呢當然就是TX接到RX RXD接到CP2102的TXD 接下來VDD把2102的3.3V跟這個UWB Sensor的3.3V接在一起 那最後呢把這個USB的Cable呢接到電腦去 那這樣子就可以囉 當然呢你本身的電腦要裝上CP2102的USB Driver 如果你沒有裝過的話 你可以參考一下底下的有一個連結 好的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呃這個模組呢本身基本的參數的設定齁 這也是比較重要的參數 那本身呢我們有一個角色齁 每個UWB Sensor都要有一個角色 那你可以設定為是一個Anchor齁 就是毛點或是一個標籤一個Tag 指定的方式呢就是下AT加Mode這個命令 等於1或是等於0 那本身呢我們要設一個群組齁 群組是在AT Network ID的這個命令下來做設定 那接下來呢是位置 那當然每一顆UWB Sensor都要有不同的位置齁 你才能夠去觸發 有點像你家裡的地址 如果是每家都一樣那就油菜無法送信了嘛 好那再來是加密齁 有個ATCPIN他可以來做ASE128的加密齁 那你如果不加密的default值就是全部都是0齁 那這邊要特別注意到的是齁 每個模組呢在互相溝通之前要確保他們的群組 他的位置齁 還有他的那一個呃加密齁 這兩個要一樣齁地址當然不一樣 我們剛剛有說過了齁 所以這邊地址是不能一樣的齁 好那我們現在就動手做回到電腦前呢 來實作吧 好的 那各位現在看到的這個畫面呢 就是我現在已經把這個 UWB Sensor呢 用CP2102兩個來做個穿接 那在這邊 左手邊呢 這個呢就是我們的 Anchor 就是它是毛點 那這邊右手邊呢 這個呢就是Tag 我這邊有標準的Tag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到Monitor這邊來看一下 他們傳訊的呃 內容還有我們要下的那些指令 好的 剛說過齁 在左手邊呢 這個就是我們的Anchor 右手邊呢是Tag 所以在左手邊這裡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是Campo 8 那它就是接到我們的Anchor 那右手邊呢這個地方呢就是Campo 14 14呢就是接到我們的Tag 好那我們現在針對這兩邊來給它下一些指令 好那只要到左下角這邊來就可以了 喔對了那這邊還有一些設定要跟各位說明一下 第一個呢就是你這個Bullray啊 就是我們下載的速度喔 要設115200 這個也是這個Module它本身喔 內建內在的一個設定 好那第二個呢就是這個Line Ending的地方 就是說 呃你每一次送出去的最後呢要加上什麼 那這邊要加一個CRLF 那他們在那個的顯示方式呢就是到斜線R跟到斜線N 好 YV的意思 好那每一個指令呢丟到這個模組之前呢 一定要在最後這樣到斜線R對到斜線N 好那這樣子的指令呢才才會 呃能夠正確送到那個Module這邊來齁 各位要注意一下 那我們這邊不用這樣打齁 我們只要在這邊 呃Line Ending呢選CRLF 那就可以囉 一開始我們要先打START Monitoring 好那這時候它就會打開這個Campo 那這樣子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就可以下指令了齁 那一般來講我們都會先下AT command 好來試試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邊回覆OK 表示說你這個Module呢已經跟你在 呃互相的 的互動了齁 表示OK 右手邊我們也來打一下OK 這邊要打開 要先設一下這個START Monitoring 這個這個先設按下去 按一下 按一下 然後這邊呢 就來按一下 喔AT OK 那表示呢這兩個呢 通通是可以互相來溝通喔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呢 會需要來做一些基本的 呃參數設定齁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基本參數的設定 第一個就是角色 AT mode 按一下AT mode 看看 好只要下問號 那它就會告訴你說目前是Mode1 1呢表示就是Anchor齁 就是你是矛點 那這邊右手邊呢這邊就是要設定等於0齁 好等於0 好表示它現在是一個Tag 好這樣子來來分辨 那接下來呢我們剛剛有說到的Network ID 好來看一下 好目前設定的Network ID是Stone Z56 那右手邊呢這邊一樣 好兩邊都是同一個群組齁 那才能夠互相溝通 那要設定的話呢也很簡單 你只要加 呃Network 好要打AET AET 然後加上Network ID 等於 比方說把它叫Cavin好了 好 我少打ID啊 弄錯了 來打ID 好那這時候你再去問他 ID 他就變Cavin 好那這時候呢 因為左邊是Stone Z56 右邊是Cavin 那這時候這兩字就沒有辦法溝通了 所以我們就把它設回來 好那現在是Cavin 我們再把它改回來 AT Walk ID等於 好 那這樣看就是OK囉 再來試一下 問一下Network ID 好你可以看到這邊就已經顯示 是Stone Z56 對喔 後面有點擠 等一下拉一下 好 看到兩邊是一樣的 那接下來呢 還有一個就是 加密 我目前是沒有設加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AT CPIN P 是0 母邊 兩邊都設0 AT 加CPIN 我們用0 好了 那我們這邊兩邊呢 已經都設定過了 所以我們開始就來 呃 想辦法來讓我們傳送訊息 嘍 那左邊呢跟右邊呢 這邊它能夠傳的指令 喔 是有點不一樣的齁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首先呢 我們由這個左邊的Anchor呢 來送一個指令 然後去看一下Tag 好那右邊的address 我剛剛已經說過了 剛剛這邊的address 記不記得是 我剛剛沒有寫address 給大家看喔 來看一下它的address at加上address 它就是tag1喔 那第一個要送的參數呢 就是address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這邊的 tag的address呢 是tag1 所以我只要這邊按下呢 呃 它的tag1 表示它的 位置 那接下來呢 是payload length 就是我資料的長度 我今天要送hello呢 那長度就是5 所以我就先寫5 然後 hello 這樣子 那只要按下enter 各位可以看到呢 它這邊就送過 送過來 那兩者距離 目前是偵測到是3公分 那右手邊呢 這邊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寫hello 有收到 tag本身有收到這樣的訊息 那各位如果看一下 它目前兩者的距離呢 大概是這樣子 拿個尺來量一下 可以看到大概是 9公分左右 那我剛剛說過 這個sensor呢 本身呢 呃 它進度大概是10公分左右 好 所以我們再來試一下 大概30公分 看看把這個距離拉長一下 大約啦 因為反正它進度是 呃 進度是10公分嘛 正不10公分 所以這樣子是大概的一個距離 好 抓到大概50公分 好 那其實你可以發現 你每次送的話呢 它的距離呢 會有一點變化 因為我們剛剛在前面有提過 它的精度呢 大概就是 呃 在10公分 正負10公分左右 好 所以30 50 現在是差20 那中間呢 有個命令呢 是可以讓我們校正它距離使用的 齁 它是叫 呃 Calibration的一個指令 好 那只要下呢 at 加上 cal 等於 像我現在是抓到大概50公分嘛 那事實上 各位看到這邊大概是30公分左右 對不對 大概是30公分左右 所以我給它減 可以給它減 呃 20 減到20左右 我給它減-20 好 這時候呢 它就知道說 兩者中間呢 它如果減到30 要減20 我們來試一下 好 你們看到它減掉 大概20左右 那距離 就會更近了30 21 39 30 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兩個 呃 sensor來測一下距離 齁 那等一下 我會在我家裡的兩個角落來測試一下齁 那經過實測的那個 呃 經過實測之後呢 發現呢 它如果有 呃 在不同房間 你有轉角的話呢 那訊號就變弱 那它準確度是降低 齁 這是因為UW sensor的一個 呃 呃 你在直線距離 或在開放的空間呢 是比較能夠 收訊的齁 那我 來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我測量的一些結果 好 那我現在測量的話呢 我會把這一個tag呢 好拿開 這個tag的部分呢 我現在呢會把右邊這個tag呢 用一個電源供應器 然後把它拿開 拿開離到家裡的位置齁 然後再做一個測試看看 好的 那我的家裡呢 剛剛做一個簡單的測試齁 齁 那這個是大概房間的位置圖齁齁 那我把這個 anchor呢 紅色的anchor呢 放在這個 呃 房間的這個地方 那tag呢 在不同的地方 然後做一個量測 那灰色部分呢 是水泥 呃 鑽牆的部分齁 那我也想看一下 針對水泥鑽牆的 它的反應會是如何齁 好 那我們看一下齁 第一個呢 A這個點呢 從這邊紅色到這個地方 我實際的距離 比用功用池量測是440公分齁 那UWB這邊測出來是428到435 那事實上 我覺得這個A還蠻相近的齁 接著呢 我又把這個tag呢 拿到B的這個位置 好 那B的位置呢 我實際量測大概是 呃 有10.8公尺 從這邊到這邊 那實際量測起來呢 是1063到1075 好 這個距離看起來也是蠻相近的喔 那接下來呢 我又把這個 呃放在這個 墻這邊有一點點齁 被被鑽牆擋到齁 看到訊號 那接收是如何齁 那這個 放到C的地方呢 呃 大概量測起來 大概是3.8公尺 380公分齁 那UWB回報是384到389 就看起來這個部分也是 嗯 差不多齁 接下來呢 我就把它放到D這個位置齁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 鑽牆擋住齁 那這個浴室的部分呢 也是有鑽牆擋住齁 那這樣它量測起來大概是 呃 有 608公分到621公分左右 那我實際沒有拿齒去這樣量測 然後這樣目測看起來應該是差不多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把它放到這一個 呃 呃 客廳的這個地方1的位置 那它自己呃 從這邊得到的計算是877到884 左右 那從這裡到這裡 看起來距離也是差不多 好 那以上呢 那就是這整個測試 UWB 呃 感測器的一個結果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 按下鈴鐺 按下喜歡 並且分享給你好朋友哦 好的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跟各位知道這一顆UWB的Sensor 哦 是由哦 艾坦科技所推出 RYUWE2 的 呃 這個Sensor 那希望這個影片能夠幫助你 要選擇這個模組的時候呢 有一個參考的一句 並且了解到什麼是UWB 而且呢 怎麼樣使用EticaMan來和它溝通哦 那 如果 你有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也別忘了給我一個讚哦 你的鼓勵呢 對我是一個很大的動力 好 那這樣子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